唐小舟和古瑞丹来到病房 古瑞丹的母亲、姐姐以及二嫂在里面 这是一间单独病房 条件相当不错 病房里有沙发、有电脑 还有单独卫生间和厨房 古瑞萍坐在沙发上 脸上的表情显得很无奈 看到唐小舟只是点了点头 唐小舟和这个大姨姐关系一直不好 原因是他一直在古瑞丹的面前说 唐小舟是乡下人 一身的酸气、土气、俗气 最初古瑞萍说这些话的时候 古瑞丹是坚决不听的 可听多了慢慢产生了影响 甚至认同 如此一来 这些话便开始影响到他们的夫妻关系了 唐小舟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自己 因为唐小舟的父亲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上古迹的门 完全是一副老农相 挑着一袋锣筐进了省城 身上的衣服虽然没破 却已经磨得发白 当时唐小舟无地自容 恨不得挖个地洞钻进去 骨家找了一些不再穿 却又没地方可扔的旧衣服给父亲 父亲像得了宝一样 当着他们的面穿了 果然比他那套好多了 父亲有些舍不得 立即拖起来 换上自己原来那套 古瑞平说 别拖别拖 穿着吧 你那身衣服 隔壁邻居见了 以为我们家来了个捡垃圾的 古瑞平并非是有口无心 他是故意这么说的 那时候古瑞丹只是公安厅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公务员 却找了一个省报记者 古瑞平本人虽然在市税务局 而他的丈夫在市政府 都只是普通职员 本能地觉得 妹妹和未来的妹夫 比自己混得好 心里有点酸酸的 因而故意强调 唐小舟只是个乡下穷小子 此后相当一段时间 古瑞平对这个妹夫并没有好感 见了面 要么不理 要么遗旨气势 尤其他的丈夫 在市政府提了一个小小的副科长之后 他的自尊心爆棚 俨然就是这个家的救世主 古瑞康的妻子 刘莉莉正趴在丈夫的床前哭着 古家的老太后 站在一旁 一边抹眼泪 一边骂娘 说这是哪个段子绝孙呢 下手这么狠 唐小舟只知道 古瑞康被人打了 进了病房才知道 打得非常严重 头上缠了很多绷带 严严实实的 只露出一张嘴和一双眼睛 两个鼻孔 不知是说话不方便 还是不想说 他的嘴紧闭着 手上腿上身上 也缠着绷带 整个人被裹成了粽子 即使唐小舟对古家人 半点感情没有 看到一个人被打成这样 也异常的愤怒 说这是哪个王八蛋 这不是要把人 往死里打吗 他转向了古瑞丹问 公安部门什么态度 这是典型的刑事案 让唐小舟大为惊讶的是 古瑞丹回答得很淡然 说我已经问过了 正在调查 岳母看到唐小舟 知道他如今大权在握 民间俗称二号首长 只要他说一句话 就连市委书记也不敢怠慢 岳母以极其权威的口气说 唐小舟 这件事你一定得做主 我们瑞康不能就这么被打了 唐小舟反感这种语气 可他毕竟是长辈 他不会给他脸色 说是是是 妈你放心吧 我放心 我怎么能放心 人都被打成这样了 我能放心吗 我不管这么多 这件事 你要管到底 如果不给个说法 以后你就不是我们古家的人 唐小舟觉得好笑 暗想我本来就不是你们古家的人 何况古家何时将我当家里人呢 这件事应该让媒体曝光 这样吧 我给日报的朋友打个电话 让他们来一趟 说着 唐小舟 唐小舟拿出了手机 要拨打电话 古瑞丹悄悄地踩了一下他的脚 他诧异地望着古瑞丹 不明白 他是什么意思 见古瑞丹 正在劝自己的嫂子 不理自己 他有些不好收场 只好装着出门打电话 离开了病房 到了外面走廊上 他给日报社跑线的记者 打了一个电话 对方说 根本没听说这件事 唐小舟以为日报记者漏了新闻 日报记者都很大牌 消息来源比较单一 往往接到通知 才去参加会议 回来对着通稿发新闻 漏掉关键的社会新闻 是常有的事 他又分别 给三家都市类报纸的 跑线记者打电话 他们靠市场竞争生存 记者跑漏了新闻 要扣分 所以跑得勤 三家的记者都问了 结果是同样的 根本没有这样的事 唐小舟原想 再问问环保局 区政府之类 转而一想 不必了 自己最初就怀疑 这件事是假的 古瑞丹的那一脚 已经证实 此事瞒着岳母和流利 从古瑞平面无表情地坐在那里可以看出 他应该是知情的 这姐妹俩合起来编了一个谎言 骗了很多人 唐小舟正考虑是否进去的时候 对面走了一群人 全都穿着白大褂 年纪已然不轻 其中有一个 头发全白了 领着他们的是古瑞安 古瑞安看到了他 叫了一声 向身边的一个人说了几句什么 那个人的脸色立即放出光来 冷漠的表情变得极为恭敬 脚步也加快了 他并没有折身进入古瑞康的病房 而是快步朝唐小舟走过来 唐小舟明白了 这个人可能是医院的什么权威 被古瑞安请过来了 那人热情地和唐小舟握手 说 欢迎首长来视察工作 古瑞安立即向唐小舟介绍 这位是雍华医院的院长 院长又向唐小舟介绍了身边的几个人 全都是医院的一流专家 唐小舟暗吃了一惊 古家何德何能 竟然将这几个如此显赫的人物 请了出来 雍华医院是江南省最好的医院 有一百多年历史 这几个人目前是整个江南省 最顶级的医学专家 很快 唐小舟明白了 这些专家并非冲着古家来的 而是冲着省委书记秘书来的 大家一起进了病房 专家们看病例 找护士了解情况 又问了古瑞康几个问题 唐小舟原计划两点钟之前赶回办公室 那样还可以抓紧时间睡上半个小时 院方如此重视 他甚至不能提走的话 果然院长告诉他 请家属到办公室去 院方要开一个病例分析会 商量下一步医疗方案 唐小舟看了看表 说 那我们抓紧 二十分钟后 我必须走 会议开始 先是几位专家介绍情况 古瑞康的情况确实很严重 全身有四十几处伤 其中有十几处伤势较重 大小手术处理多达十一处 全部夹起来 共逢了七十多针 两处骨折 尽管如此 并没有致命伤 唐小舟知道这些已经足够 他不想继续留在这里 向古瑞丹说明 下午还有很多重要的事 他必须走了 古家人竟然将他当成旧型 簇拥着他 护送着他离开 尤其是岳母 向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 一再向他提出要求 要如何如何 那情形啊 仿佛他不立即下令 抓到凶手 并且将凶手绳之一法 他便不放他走一板 倒是古瑞平 变得异常主动 将母亲拉到一边 一再对唐小舟说 您有事 你快走吧 唐小舟以为这件事 自己做到这一步 已经足够 其余的事 古家自然会处理 就算是打一下 他的招牌 也不算大事 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算了 后来古瑞康出院 唐小舟恰好陪赵德良 到北京 躲过了陪古瑞丹 去医院接他 赵德良去北京 是回家 每个月都有那么几次 公事私事监务 唐小舟 并不是每次都跟着 差不多有一半时间 是不需要他陪的 就算唐小舟陪着去了 也并非全程跟着 大多数时间 赵德良住在家里 他住在酒店 当然 也像他第一次 陪赵德良去北京一样 他会在酒店里 给赵德良登记一个房间 哪怕他根本不过来住 这次去北京 是他主动向赵德良提出来的 唐小舟知道古瑞康要出院 留在雍州 就会和古瑞康的事纠缠一段 比如 接古瑞康出院 就像去机场 接一位出访后 再遇归来的国家元首 还可能要陪着古瑞丹 登一次古瑞康的门 或者回一次古家 这些事他一件都不愿做 最好的办法自然是逃避 何况他在北京 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首先要处理的 自然是要建矿晶瓶 完成一次减排运动 他和古瑞丹 基本已经没有夫妻生活 偶尔古瑞丹 为了表现自己的温书贤良 改变以前不闻不问的态度 恩惠一次 无论他怎么努力 只要唐小舟想到那天 家门 被从里面繁琐的事 顿时泄气 经历几次之后 古瑞丹也就省了事了 在雍州 他原本也可以减排 他还有两个女人 徐亚公和孔思琴 徐亚公已经是他篮子里的菜 随时想吃都可以伸出筷子 他和徐亚公目前的关系 还停留在经常打打电话 以及发一发手机短信 遇到有机会 他也会将他约出来 唐小舟的内心深处 一直都在激烈的斗争和挣扎 既想美餐一顿 又觉得还是这样 看着闻着比较好 吃肉不如喝汤 喝汤不如闻香 至于孔思琴 一开始他是充满兴趣的 那次给他过生日 孔思琴将一切说得太直白了 让他觉得 如果和他做了 等于给了他一次 效忠自己的机会 事情因此变得无趣起来 他毕竟是男人 池子里的水满了 一定得想办法抗洪排洪 否则可能酿成洪灾 邝京亭 是他目前唯一的减排渠道 当然 他也真的喜欢上了邝京亭 只要到北京 邝京亭就陪在他身边 并且从不向他提出任何要求 唐晓舟到北京 还有另一个目的 他有很多同学在北京 以前在报社 过得不顺心 和这些同学 基本上断了来往 现在当然身份变了 那些同学主动向他靠近 并不仅仅是他的同班同学 包括其他系 以及前后期同学 这些同学中 许多人混出了境界 在政界商界 有了相当地位 他和这些同学搞好关系 等于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关系网 这件事就是孔思琴所说的 权力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千万别小看了这些关系 或者这张关系网 中国社会是一个人脉社会 人脉资源 是这个社会最重要的资源 不久前 这张关系网 曾帮唐小舟做了一件大事 此事的起因 是一起卖银案 柳全市青浪县实验中学 有一名女职工 名叫王文湘 失婚后 独自抚养女儿曾秋晨 一次扫黄行动中 正在宾馆房间卖银的王文湘 被抓了现行 王文湘拒不承认卖银 也拒绝透露真实身份 公安局治安科的干警恼火了 花经历调查 惊动了学校 学校立即做出反应 把他开除了 不知什么人将此事贴到了网上 女教师白天授课 晚上卖银这样的标题 送人听闻 迅速成为热帖 许多网友认为 这个女教师是人渣 是道德败类 此事激怒了王文湘的一位好友 他很清楚 王文湘的情况 将情况告诉了自己的丈夫 他的丈夫在广州的一个文化单位打工 听说此事后义愤填膺 连夜发文 接触了更进一步的真相 原来啊 王文湘并不是实验中学的老师 而是保管员 早年因为他生的是女儿 丈夫离家出走 后来离婚 为了养育女儿 他没有再婚 保管员的薪酬微薄 学费却不断上涨 母女俩的日子过得非常清贫 两年前 女儿小学毕业 生初中 母亲希望女儿 能够考上实验中学 岂知 誓与愿尾 差了五分 事实上 曾秋晨并不差这五分 而是县教育局为了创收 有意将分数线提高了七分 规定 有意入读实验中学者 可以拿钱买分 一分五千元 实际操作中 并非你能拿出五千元就能入学 因为那些差十分 甚至差二十分者 一样想进入实验中学 收谁不收谁 还需要另一个指标 即教育局长苗学红的批条 苗局长批条 是有条件的 一张条子一万元 为了女儿能读到好的学校 王文湘不得不借了三万五千元 对于王文湘 三万五千元是一笔巨款 仅凭他在学校当保管员 那点收入 一辈子都无法还清 考虑到女儿 目前还只是读初中 将来还要读高中上大学 王文湘暗自算了一笔账